北京7日综合电中国江苏省延城市一名妇人,昨天带着女儿外出行经滨海线一处街道时,见路边有只狗狗可爱,母女俩便去抚摸狗狗的脸蛋,结果激怒狗狗抱其狠咬妇人脸蛋,她的脸被咬得心血直流,痛苦哀嚎,女儿则幸运逃过一劫。 据中国新浪新闻报道,事件发生在10月6日,现场监视器显示,母女俩见路边狗狗后便蹲到她面前,然后都伸出手去抚摸狗狗,结果,她疑似被这行为激怒,突然扑倒妇人攻击,女儿则吓得躲到一旁。 妇人被狗狗撞倒后,又被她撕养脸部,失声惊叫,旁边店铺老板见状冲过来一脚把狗踹开,但妇人脸部已经被养伤鲜血直流,在现场痛哭哀嚏。 四主事后表示,自家狗狗平时不会咬人,是因为妇人去斗弄她才会引来反击,但与莫会进行赔偿。 中国王热门则跟跟吐槽陌生的狗也敢贴脸,没事招惹别人,该,不是自家养的宠物,千万不要去斗,那是狗,不是你家的狗,不是你自己养的,也敢去调斗,这不是做死吗? 我就喜欢这么干,以后不敢了,太吓人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